火箭队这个赛季一直在考虑是否签下2014年的NBA二轮秀亚历山德罗金币来今年25岁的亚历山德罗金币来是2014年的53顺位新秀 他被森林郎队选中随后他的选秀全被交易到火箭队由于火箭队前几个赛季封线上一度人满为患他也迟迟没有被签下直到今年夏天火箭队封线人才流失严重火箭队才讲起这位意大利的明星球员毫不夸张的说亚历山德罗金币来是欧洲最优秀的侧翼球员之一 金币来是极少数能够在意大利丙级联赛和欧洲联赛都有着出色发挥 场均得分超过两位数的球员之一 他曾获得一甲总决赛MVP 以进攻手段丰富著称火箭队 这倒是我的菜 上赛季火箭队的成功 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火箭队强悍的侧翼深度 阿里扎巴默特和塔克再加上风位摇摆人格林 他们能够为火箭队提供非常可观的三分火力 而在防守上阿里扎和巴默特都是优秀的防守球员 也正是因为这二位的兢兢业业 火箭队外线才能打出优质的轮转防守 如今他们一走 火箭队的优势瞬间变成了劣势 如何解决封线上捉襟箭肘的窘境 成了火箭队这个夏天的主题 从长远发展来看 火箭队从今年的选秀中选中了普渡大学的前锋 文森特·爱德华兹 身高2.03米 体重102千克 如果他能够被火箭队培养出来 可以一举解决 火箭队小前锋是存不足的问题 而这个问题 即使是原本的首发前锋阿里扎也无法解决 阿里扎体重尚不满 100千克 但文森特·爱德华兹 本身顺位偏低 52号顺位 证明他贫富并不算高 更要宁的是他还是一个大次球员 对于他的潜力 火箭队不禁要打个问号 文森特·爱德华兹虽然是双能锋 但他在大学里一直是主打大前锋 在NBA他能打好小前锋吗 远水止不了进客 火箭队现在要想正贯 必须要有一个足够优秀的小前锋 阿里扎不是 阿莫特不是 爱德华兹也不是 现在看来甚至安东尼也不是 首先安东尼年纪在这儿 他年轻时劲爆的运动能力已经消失不见 无论是第一步启动 还是横移速度都大不如前 而如今他真正擅长的 更多还是低位单打和元第三威胁进攻 而在这个小球时代 越来越多的小前锋 在关键时刻鼎刚打内线 更何况安东尼天生虎背熊腰 有射程 有体格 简直是死亡无小理的完美内线 不难想象 下赛记得安东尼会让安东尼更多的去打大前锋 乃至中锋 现在看来金币来似乎是火箭队的完美补充 他尺寸很足 身高2.04米 体重也有104千克 可以说这副身板放到NBA也毫不吃亏 进攻能力丰富的 他也能让火箭队在季后赛多一份保障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